近期日圆大幅貶值 让在国外打拼的日本制造商失去竞争优势 许多企业干脆打到回复 把生产重心转回日本国内 一つ目是原材料的价格上升 价格上升 价格上升到2割或3割 所以价格上升到2割或3割 所以价格上升到这种伤害 还有工程的问题 机关的问题最重要是电池 电池带上升到大幅 年初至今日圆贬值约11% 最低点来到1美元兑130日圆 日本政府长期维持货币宽松政策 降低币值调低利率赚取出口外汇 可是却导致在国外的日本企业 生产成本增加 制造商决定归于返乡业界预估 这波回流趋势可能持续2到3年 日圆重变不止提高进口成本 原物料和能源价格也节节攀升 日本4月的进口价格指数比去年同期大涨44.6% 企业商品价格指数也上涨10% 货币贬值的出口红利被成本抵消 企业把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造成日本国内的通膨压力 日本政府采取货币宽松 不过经济却没有明显起色 加上美国联准会升息 每日的理查扩大 可能加速资金扯离日本 让日元贬值变成恶性循环 如果日本经济成长缓慢 物价却居高不下 恐怕最终会陷入停滞性通膨 三例新闻 许听为报道